作为母亲 孩子的每一次哭声 我都没有办法不回应 你却可以心安理得地 躲到办公室里去 我错了 小白 我真的错了 我答应你 我以后一定会多回家 少出差 我会把所有的空余时间 都陪着你们 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谴责你 更不是逼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只是想告诉你 对于婚姻 我有太多不确定了 你的不确定指的是我 还是我们的 我们的婚姻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我想了很多 我并不是瞧不起全职太太 我只是无法适应 也没有办法 从这个角色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和成就感 对啊 婚姻应该是两个人 都变得更好 更热爱生活 为什么非要用一方的牺牲 去成全另一方的逃避呢 你刚说的那些问题 我从来都没有深入思考过 可能是因为 大家都是这么过的 所以自然而然 我也会这样 所以我不怪你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 拿事业成功与否 衡量一个男人的价值高低 拿老公孩子的成就 来衡量一个女人的价值 遗憾 遗憾的是 我并不想这样 以前 我只是按部就班的工作 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什么 家人和领导的期望 就是我的指南针 现在我明白了 我需要面对的是真实的自我 所以以后 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过 我都不会再活在别人的预设里了 我都不会再活在别人的预设里了 我明白了 你这算是同意了 但是 我有个要求 好 你说 给我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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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底级 承诺给你想要的幸福 可是 我会用这一年的时间 让你重新建立对我的信心 就当做事 是 你给我的试用期 给你的试用期 对 如果是试用期期间 我还是 没有尽到作为丈夫 做父亲的职责 那么试用期一到 我自动走人 绝不纠缠 可是 如果这一年里面 我可以给你足够的幸福 你必须答应我 和我复合 还有 这试用期当中 你不许有新的联系 那你呢 我没有你那么招人喜欢 我这辈子当中 不会再爱上别人 不会再爱上别人 这是 我同意了 这是我的妈妈手带 我做检查的各种资料 还有果果做检查 打疫苗的各种资料 档 手册 都在你面 后面 我还会邮件同步 你一个日历 你用手机设置一下 所以你这是 爸当工作处理的 合同稍后奉上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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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直接转给麦吉吧 她要全身代表我 进来 叶总 这是崔总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放那儿吧 行 去隔壁行政办 帮我打印一份母音室资料 我跟他们说过的 好 我马上去办 是不是所有独立办公室的管理者 都能像你这样 指高气扬地使用这些适用人员 他帮我节省时间 就是对公司最大的贡献 是 我听说 早上管一鹤送你来的 有新情况啊 没什么 他就是陪我去做了个检查而已 他知道你怀孕了 那你们现在 什么情况 维持原状 没什么情况 不过 这次我是假风 摄像头如果不够呢 就多加几个啊 你你你下来干吗呀 我先来拿一下电钻 阿姨还有哪儿装啊 那个屋 好的 等等等等 那我带你过去 好的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定要做到全面覆盖 不留死角 我说我 你这个小赌 你在做什么要的啊 为了安静天气 我还在请阿姨帮我看 好过 你说哪有在自己家安探头的 你把孩子交给妈 你还不放心啊 妈 我以后会经常往返湖南 我必须要做到 时时刻刻 掌控孩子的情况 你说我要是 变成了一种 连自己孩子 上几年级都不知道的爸爸 那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你说得是 没错 妈不是 那个心疼你吗 你来回那么跑多累啊 你顾得过来吗 天底下要工作的爸爸 也不止我一个人 小白现在怀孕了 更不容易 我们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呗 反正都是为了 两个孩子好 一克 要这一次生一个女孩 多好呀 是不是呀 一男一女一枝花 那就凑凑一个好字了 无所谓了 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好 你别想太多了 对了 你几点钟去医院 三点 我带狗狗去吧 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 就拿点药 行 那一会儿我让秘书 去把狗狗接过来 好了 不跟你说了啊 就这样 喂 赵总 是 我三号过去湖南 最近情况有点变化 好 小白她又怀孕了 没事 常出差都习惯了 是好事好事 谢谢谢谢 崔总 我怀孕了 不出意外的话 九个月之后就要休假了 那就恭喜你了啊 这次我可是提前跟您说了 你跑来就是跟我说这个事啊 之前跟您说的母婴室的事 我做了一个方案 跟一家母婴用品公司合作 在丰盛建立母婴室 请您审核 批比预算 请您审核批比预算 等一下 快 想不想我 我 我 没想我 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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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快紧张死了 我好焦虑 紧张啥呀 你还让我陪你跑一趟 不是 我没带过孩子 你哥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他不真放心 我还是个孩子 你说那孩子又哭了怎么办 饿了怎么办 捞屎怎么办 不就是让你从我姨那儿接了孩子 他送到公司交给我哥嘛 就什么男的 嗯嗯 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我跟你说 秒杀我 分分钟钟秒杀我 我哥这人挺会算计啊 合着我嫂子不伺候他了 让你给顶着 嗯 那不行啊 那咱俩的孩子也得有人伺候啊 咱俩哪儿来的孩子 想得够远啊 你怎么把以后你养老的事 你也给计划了呀 这个要个孩子很简单的事 哪天我教你 怎么了 你 你什么意思 桑夏 你学坏了你 要孩子是那么随便的事吗 咱们可是要好好过一辈子的 要个孩子很正常的事 想什么呀 想得没你 我才不跟你结婚呢 是要当你老婆 咱们老婆 来来来来 你听到吗 你拉的手拉的手 我给你拉的手 行行行 不对劲啊 我怎么一直听着 有个小孩哭啊 是吗我也听到了 问谁带孩子来了吗 这么忙谁会带孩子 你听到了吗 有孩子哭上 没听到 不可能吧 没听到怎么可能 好 不好意思 今天有些特殊情况 我宝宝呢今天归我待 那 好 管总 我有很重要的时候请示你 说 你儿子拉屎拉裤子里了 很臭而且没有欢喜的 散会 乖了乖了 不哭不哭 不哭 是不是有医院使劲之类的啊 没有啊 这 这你儿子我怎么知道 那那要不是呢 我不知道 阿姨没跟我说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 不是 你当爸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是因为我第一次当爸爸 当然什么都不知道 管总 我不许跟你说道说道啊 我帮你接孩子 我完全是处于哥们儿一起 我没有义务啊 有义务 有能力还愿意帮你的 那是孩子他妈 喂 金子 什么事啊 小白 是我 一鹤 怎么了 是这样 我刚刚把果果接来公司 他拉了裤子 刚刚是金子去接他来的 带了换洗衣服 还有尿不湿吗 对 用温水给果果洗干净 不要擦 用面筋纸一点一点的绽干 如果金子手头上 有纯植物的护肤油 就给果果屁股上擦一点 如果没有就算了 你拿衣服给他裹上 出去买一件爬行衣 来不及过水的话 一定要买本白 无染色的婴幼儿专用品 知道吗 我现在头不开身 晚上我去接果果 能不能再说一次 那个 管总 我下班了啊 姐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赶紧给你儿子买条裤子 再招了凉了 对对对对 好 行 走了 不哭 不哭 爸带你买裤子去啊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给你介绍一下 是 您要买点什么 你好 我想要买小孩的衣服 要 要全白无染色 A级英诱专用品 这孩子怎么衣服都不穿 万一着凉了生命了怎么办 是 这件可以 这么小能穿吗 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 孩子穿多大马 我一看就知道 可以的 去吧 谢谢啊 换衣服 换衣服 换衣服啦 换衣服啦 对 忘了 忘了给钱啊 这张没有密码呢 孩子给我报 孩子给我报 这沙发这么脏 平时多少人做啊 你这当爹的 这么不进心 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这孩子当然是我的 就没见过你这么带孩子的 你看 孩子身上连件衣服都没有 你就这么就把他抱出来了 那刚刚尿湿了 然后我忘了带衣服呢 他妈妈了 他妈妈呢 纸尿裤 平时换洗的衣服 哪个做爸爸妈妈的 出来不带这些东西啊 对 这有没有尿不湿啊 当然有了 我给你拿 谢谢 谢谢 要多大马的 算了算了 问的你也不会知道 白问 算了算了 我帮你吧 你们这些做家长的 孩子都动成这样了 也不管 以后带孩子要尽心 孩子又不是风吹大的 好 谢谢啊 这人怎么当爹的呀 肯定没有带过孩子吧 自己穿得像模像样的 孩子光这个屁股 怎样当爹的呀 真的是 他孩子好可怜 他妈也像那样 孩子一样都没做好 当爹的呀 是啊 连孩子穿多大号衣服都不知道 怎么当爹的 一鹤 我已经到你办公室了 你和我伯伯在哪 你和我伯伯在哪 为什么 你跟着我 那我伯伯 比较你 和我伯伯 你还能喜欢 你 有点 你们 他 她 你 他 睡着了 我不敢动她 给我吧 果果睡着了就不容易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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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可以的 我一听是金子借的 我就猜到了 你忘了带果果的运营包 你这一听天的 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忘了 忘了 后来我就习惯了 生她的时候怎么痛 待她的时候怎么苦 看到果果笑 听到她喊我妈妈 我就都忘了 去世宫 庭 你老是说 理解你什么什么不容易 这却是空话 不亲自代过 怎么可能理解 我才带了狗个半天 我感觉像熬了个大叶 要不怎么说 养而方之父母恩呢 做了父母 人生也上了一个台阶 只要适应好了 这种不断变强大 变成熟的过程 其实也很好 小白 你以后一定要多教教我 怎么带孩子 我今天被那个服务员 训得我都抬不起头 以后我不能这么丢人 来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今天我带果果回去 那不行 你现在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呢 我怎么可以放心 让你单独回去啊 我送你过去 去吧 那个人是谁啊 这是我雇的车 这几天我都叫司机送我 这样我在路上可以多睡一会儿 那我就更需要送你回去 走吧 这只不需要我 我怎么就想起来 我现在要说 我现在要看你 我自己的身体 也要不需要你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 也要不需要 放uffy 你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的身体 心动是你 心跳是你 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春夏秋冬 和我交替 都陪着你 有些情不自禁 盼你离我而去 有担心会越来越迷你 只能自以自语 不知如何定义 难道着军事 爱情降临 心动是你 心跳是你 你的眼神 让我不能自信 我要怎样是怎样才能住进你的心 心动是你 心动是你 爸爸抱 来 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春夏秋冬 和我交替 都陪着你 心动是你 心跳是你 管总来了 管总来了 我要怎样 来 你找 你找 超级奶爸 来来来 我帮你干嘛 太好了 你心跳是你 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春夏秋冬 冷热交替 都陪着你 都陪着你 喂 留下 我都傻了 你哥简直变了个人 变什么身啊 我哥那什么智商啊 要是我有了大胖儿子 我也能一天学会 跟你说啊 这要是我跟你生了个儿子 我绝对是个好爸爸 就跟你说的一样啊 那聪明人什么学不会啊 那总不能天天出去 让人当人犯子抓起来嘛 你说是不是 你别挂呀 别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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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总能跟我 出来见一面了吧 喂 喂 金子啊 金子啊 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来 来 果果 落落包 好了 我们回屋去了 喝点水吧 好 对 我先跟你说 这个牌子要不是 我看妈妈论坛说的 他们新出的会更好一点 果果也用过 我还挺喜欢的 我家里囤了很多 又完告诉我 我再拿过来 这几个玩具呢 是果果最近 特别喜欢的 然后有时候他睡不着了 我就给他晚缓 自己都把自己给哄睡 不愧是上述公司副总 学什么都快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这当中 有这么多学问的 对了 以后记得啊 产检呢 必须要找陈医生 另外呢 月子中心呢 我帮你还看了多家 其中这三家呢 可是口碑最好的 你看你喜欢哪一家 他们得提前约的 谢谢啊 我还没聊得及 做这个功课呢 没事 是 我看到这家呢 是离丰盛最近的 如果到时候你工作忙 走不开 可以去这一家 对 上海呢 我也帮你看了好多家 就看你的行程怎么安排 还有 你遇上期的时候呢 应该会在深圳 还是上海 我还不是很清楚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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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听我呢 我不 这车不安全 我偏不 我 不是 你咋还生气呢 我又说错什么了 你哪有错呀 你都是对的 你多厉害啊 我陪你走 我发现 我现在越想跟你在一起 你就越不拿我当回事 竟然随便跟我 乱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不把你当回事 你是我的人生 猪母拉马疯啊 就知道说好听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等会儿到了就信了 咱们走路去吧 好 好 我 就 好 好 那些曾经 历历在目有的伤心 幸好还能遇见你 忘了结局 不到最好不放弃 两个人的故事结尾 不一样的滋味 谁能左右对不对 挺俗的是吧 但我觉得你什么没见过 所以我只能用心把我能给你的一切都给你 东西我都是挑的最好的 洗发水我都是买了你最喜欢的阿道夫 我说这些 其实也不是为了证明我花了多少钱 我就是想说 我用心了 我真的很在乎咱们这段感情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知道你是对的人 是我想一起度过余生的人 每天陪你打游戏 陪你哭 陪你笑 陪你玩 陪你闹 陪你闹 我想以后 一直都陪伴你 照顾你 我会尽力跟你以前一样的生活 如果做不到的话 还请你多担待 还请你多担待 赵金子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真香 我愿意嫁给我你 你真香 是四八爪的味道吧 是爱的味道 傻 不傻 你录像了吗 我忘了 乱了 这一刻 已经永远都刻在我脑子里了 你 接着 你真美 生气一不小心开心 也很容易措手不及 你就是我眼里的闪亮的血迹 为你上天地为你生外天地 不客气 这地方可真好 我也喜欢我 有吗 没看出来 搞这么一玩意 鹦鹉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是西式的婚礼吗 拿钱扑呗 一点创意 听说等你结婚了 爸爸给你设计 保证比他们这场面好多了 到了 月月 怎么来了 姐 姐夫 既然我们都到了 那我们进去吧 婚礼会快开始了 再等会儿吧 我们还要等谁啊 要等谁啊 这都 快到了 很快 再等会儿 到了 好久不见 你别拉我 你想出现就出现 想消失就消失 你当王月什么人 月月 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啊 前段时间呢 她来找过我 说她那段时间消失 是因为 要配合公司和警察调查呢 还跟我说 要照顾好你的情绪 好好照顾你 反正我觉得 说得最爷们儿一句话吧 就是她万一坐牢了 你就不用等了 爸 我实话实说了 不代表我就接受这人啊 月月 虽然高山有过错 但她也是被骗的 所以崔总决定 只是对她做内部处理 爸说的都是真的 高山之前也来找过我 他怕连累你 对不起 月月 我之前觉得 我没法给你幸福 我不想连累你 二十九分钟之前 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我最想见的人 就是你 高山你这都是借口 你知道吗 金子汤 是个身家过异的富二代 刘夏呢 就是一个小中介 可是刘夏还是不顾一切地 给金子承诺和婚姻 你就是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是可以跟你 共度一切的人 快跟上啊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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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总没有开除我 但是我被降职了 从今以后 我薪水可能不多 职位可能不高 在公司 没法再照着你了 但是 我爱你 我以为我们都懂 心中那份平淡的沉重 若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够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过往的岁月不停泛涌 想要填满日月的空洞 千少我养你 公司我照着你 可是 我要嫁给你 我爱你月月 爸 我还没 我也要我 想要点明天 你可以 然后 我喜欢你 我现在就在这边 你不得了 我没有呢 你还可能 你还不想要 你弄去 你还会 我应该不想来 你还不想要 你还要上去 我没有想要 你还不想要 是你啊 爸 爸 我好紧张啊 紧张什么 客人都来了吗 陆陆续续的 来得差不多了 金子 这要是你妈在 那不知道该多高兴了 爸 金子 你站住 那个 爸 叔叔 婚礼还没开始呢 你跑到新娘子的房间来 成何体统啊 对不起 叔 那我现在就走 别过来 你以后 要是对金子不好 我不管在哪 都能把你的腿挡舌了 是是是 还有 金子她 从小没猫 为我挂坏了 还有是有什么时候不讲理的话 你得让着她 叔叔 您说的我都记着她 不许可恶 她还没想到她 还有你 金子 结婚了 你就是人家的妻子了 不能再任性了 有什么事情 俩口子要好好商量 好 爸 我舍不得你 我不家了 我不家了 别 别 这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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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以后我只让你们俩 有时间 能多回来 一把吃个饭就可以了 好 好 爸 您放心吧 当时呢 我必须要接受成为妻子 母亲 以及团队的管理者 这些身份 每一个我都不堪重负 我妥协过也抗争过 我不想成为一个 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 丧失自我的女性 但我同时深爱着我的家庭 最终在家人的帮助下 我找到了解决之道 现在的我 认为命运是一个 只按自己套路出牌的 强大的对手 她出招 我接招 我不去妄图揣测未来 竭尽全力过好每一个当下 有一个女作家曾经说过 世界上最好的关系就是 志同道合 我觉得这句话 尤其适用于夫妻关系 如果既是事业上的伙伴 又能够在感情上相互支撑 那一定是世界上 最好的夫妻关系 我今天 取得的这点成就 和我家庭的每个成员密不可分 尤其我要感谢 对我一直不离不弃的气的人 我很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的太太 叶小白 这段日子 我在公司和家庭两头奔波 第一次感受到 她之前的付出和辛苦 我也很感谢这段时光 这是我最难得的结果 因为我的儿子 现在终于会因为我出差 而一直哭个不停 我第一次知道 我之前到底错过了些什么 不好意思 或许可能是一辈子 你说我就像个疯子 对爱情无所知 夫妻患难与功 风雨同胀 所有磨难和风雨 都已经过去了 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 都只有两尘没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